这就是我们探紧学习经验 我们从喜欢开始 因为我们想现 学习我们喜欢的东西 会让我们很好的理解它 但是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 我们学中文几年了 十年 半年 三年了 三年 三年 十二年 三年 六年 六年 那为什么喜欢学中文 我喜欢学习汉语 因为我先去中国 我喜欢中国文化 也想跟中国人聊天 我很喜欢学习汉语 因为我一次去中国 我对中国有很大的印象 所以我先学好漫如 我想学习中文是很好的事情 是我学了很多语语 让我跟中国人说话 感觉如何学中文后 很开心 因为我喜欢看中国的音音 所以让我学到了一些中文 一开始是非常难的 但是当我理解它会很流行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学习汉语特别难 但过了一个时间 我就会觉得越来越喜欢 我的中文很有意思 中文使我喜欢人 表演也使我喜欢中文 但我们老师喜欢中国 因为我第一次学中文的时候 我不太喜欢它 但是老师让我上街了 中文表演和演讲中文故事 那让我学了很多语语 所以它会使我喜欢了中文 最后 虽然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但我们还是喜欢中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